曾智希妳可不可以先出去 有時候他不會講給他聽過 那時候的女朋友去香港玩 然後在他生日前戲 逛街的時候看到一隻錶 他很喜歡 結果我回來台灣就裝櫃去看 台灣是沒有代理錶進來 那個錶只有在香港才有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哇 生日快到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乾脆貨出去 我就買了 這戲都沒有 你買幾號的 我之前曾經做過一件浪漫的事情 你 對誰做的很重要 對誰 浪漫 你沒機會來喔 曾智希妳可不可以先出去 那時候我剛入這一行 對 收入也不好 那時候跟那時候的女朋友去香港玩 然後在他生日前戲 逛街的時候看到一隻錶 他很喜歡 但那個錶 那時候因為我沒有現金 然後那時候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信用卡 對 沒錢 對 沒錢嘛 結果我回來台灣就專櫃去看 台灣是沒有代理錶進來 那個錶只有在香港才有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哇 他生日快到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乾脆貨出去 我就買了 然後在他生日的前一天 我就先跟他吵架 先演這一齣 好厲害耶你 然後我就直接 早上就飛出去 然後就到了那個 我還記得香港的C500貨 我買了那個牌子的手錶 下午飛機回來 然後隔天他生日 我就在我家的樓頂 他喜歡粉紅色 我就去那個敵化街買了那個布 粉紅色鋪了整個全部公司 然後用一個小餐桌 一個浪漫的一個晚餐 天啊 智隙都沒有 哇 你不要在那邊 他回去真的會跟我要 好 然後後來到了十二點 他生日要到了 我就把蛋糕端出來 然後他很開心嘛 我說那你閉著眼睛許願 他就閉著眼睛許願 他許願許願 在那個時候我就把去香港 買的那隻手錶 拿出來放在他面前 他許願許完一打開 他就看那支錶 他說 你去哪裡買的 第二 因為他喜歡那支錶 他在香港的時候還在考慮 你可以不要特寫曾智希的 導播 生氣啦 生氣 這只是過去的事情 一錶人才 再聊錶的故事 對 這個很錶 然後後來他看那支錶的時候 他就 因為他也回來台灣之後 也想過去買那支錶 對 他也才發現說 原來台灣沒有帶領那支錶 他買不到 所以他看那支錶的時候 他就很開心的說 你到底去哪裡買的 我什麼話也沒說 我就把 拿了一個小卡片 但那個小卡片是 香港來回機票的 票根 我把它做成一個卡片 這樣 好有雜誌 還讓他知道你是港貝培的 對 日期都有 跟他請款嘛 對啊 你很不爛的 果然是卡里 卡培也有 實施實附 我有幫你打兵 難怪你覺得到窒息 你真的好浪漫 浪漫 這個算很浪漫 這個很厲害 這個我覺得我佩服 志錶找到你這個 對 沒錢 只能有心 真的 對 沒錯 你沒錢 起碼要出力嘛 去哪隻 揍 5 1 2 3 2 2 … 1 2 2 2 4